首相独自安华今天形成的一个重头戏 就是下午会晤中国新任总理李强 那双方除了强调马中合作关系 会议之后两人也见证了两国部长 签署三份政府级别的合作备忘录 我们马上连线 目前依然在中国北京的本台特派记者雨林 雨林请说 是雨林 那安华下午大约5点15分 抵达人民大会堂的 那听到这个外交部长呢 都是李战比里啊 交通部长陆教福啊 以及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等等啊 所有就名这一次陪同首相 部华的这个部长的陪同项呢 是与李强举行这个双边会谈的 那在这个会谈上呢 李强的开场白呢 就赞赏了安华 说他注重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啊 即使处于栽叶月呢 也是会来出访中国的 那他也赞赏安华呢 之前在这个国奥加州论坛的演讲啊 说是让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那李强也是表示他高度赞同安华 关于啊这个全球化战略 以及加强世界合作的这个建议 李强也表示呢 他说配合马冲全面的战略 那我发关系建立十周年啊 还有就是马冲建桥迎来五十周年 那两国的关系呢 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啊 那他也说随时安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是针对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呢 是达至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啊 两国是必须要推动双方 导致更高质量的发展的 那李强是这么说了 安华方面又是开场白又是怎么说的呢 那针对李强赞赞 他是在建议也前来这个访华呢 那安华也是有发挥了一下子幽默本 甚至说其实其实在建议呢 晚上还是可以开家 还是可以吃东西的 就让大家会心里笑这样子啊 那安华的开场白呢 也表示啊 他带了整整啊 就两百五十人的这个庞大的团队啊 有部长还有商船等等啊 这前来访华呢 是证明了我国对中国的这个重视的啊 那安华还赞赏了习近平啊 是谦卑啊 态度谦卑 那同时也认可 就是中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邻居 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友善的 那安华也表明啊 我国新政府的立场呢 是越来越明显的 也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啊 那安华和李强呢 随后啊 就是他们就进行这个闭门会议 那这个媒体呢 是被挺出去的了 所以过后的开场白之后的内容呢 这个我们暂时也不得而知的 那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呢 安华和李强也见证了三份 就是政府对政府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 那包括了什么 就包括了有这个 其中一个了 就是这个马中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协定意见书等等的 那在这个签订了这个 那我们这一方面呢 是负责签署的呢 就有这个 苏加鲁就是我们的劳工部长 还有这个外交部长 算比理的 那中方在 中方跟我们呢 在签署了这个备忘录之后呢 那中方还准备了 还设业了 还带了安华的 那安华呢 之后呢 就会回到来 就是回到这个 北京中国大饭店呢 就会有一个 有一场记者会呢 就是在他启程回去 回国之前呢 会来交代汇报总结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四天的返华行程的成果啊 跟整个状况等等的 那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找我到的消息吧 谢谢教会给伊玲 感谢观看